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這個直角坐標平面上 A點是原點,B是120,C是016 那麼他要求這個三角形 這個三角形的這個外星坐標 那外星坐標就在那個斜邊的終點上 所以外星坐標是等二分之一這兩個相加 一個坐標就這兩個相加除以二六 外星坐標這兩個相加除以二八 所以是六八 好,那內星坐標的話 內星的話到達什麼呢? 到達這個三邊的距離都一樣 這距離都一樣 這是R,這也是R 這的話也是R 好,那這個R的話 這個坐標 這個內星坐標 就等於多少呢? 等於RR 那我現在把這個 只要把R算出來就可以了 我們看 這個如果是R的話 這一段應該等於多少? 應該是等於16-R 這16-R 這一段跟這一段 這一段跟這一段一樣 因為什麼? 因為這是腳平線 這腳平線上的任何點 到達那個距離的話 都是一樣的 所以這是腳平線 那這兩個三角形就全等 所以這一段跟這一段是一樣的 這是16-R 好,那同樣道理 這是12-R 所以這個呢 是12-R 那這一段 這一段跟這一段一樣 所以這一段也是12-R 好,那整個加起來的話是多少呢? 這個距離多少? 這是12,16 就是說一個三角形 這叫三角形 這16,這12 這是多少呢? 這是4乘3 這是4乘4 所以這是4乘5 4乘5,20 所以這是20 也就是16-R 加上 加上這個12-R 這個是等於20 那2R一過來 2R等於多少呢? 3乘4 等於這個是28 減20 等於8 所以R等於多少呢? R等於4啊 所以的話 這個內心坐標是 44 再我們看呢 重心坐標 那重心坐標的話 就是中線 就是O O跟這個頂點連線 這是中線 那中線 那中線的話 那這個 重心的位置 距離這裡 這是1比2 這是1比2 那我們用那個分頂公式 現在的話 就是說 這一個的話是1比2 那這A點的話 是00點 那這O點的話 是68 那我們用分頂公式 分頂公式 分頂公式呢 就是這個重心 G 這等於多少呢? 1加2 三分之 這個乘以這個 就1倍的00 加上多少呢? 兩倍的這個坐標 兩倍的68 所以 這個等於多少 這個坐標是 三分之0 加三分之多少呢? 12 三分之2 就是3、4、12 那位坐標 三分之0 加三分之呢? 28 16 三分之16 這就是重心的坐標